浪丹夫人手提大包小包走进巷子里 黄姓嫌犯骑车跟上前 一把抢走夫人脖子上的金项链 夫人第一时间没回过神一度愣住 民众汽车上行车记录器拍下 黄姓嫌犯下手前的影像 当时他骑车在菜市场游荡 四处搜寻下手目标 警方调查发现嫌犯骑的机车 悬挂的是失窃车牌 比对后发现是名抢夺毒品窃盗案的通緝犯 要将其逮捕的时候 这个黄姓嫌犯拔腿狂昏 我们远警立即劝阻无效 立即开枪示警 黄姓通緝犯从独有租屋处走出时 见到远警一勇而上 拔腿想逃 而远警当下对空鸣枪 嚇阻并压制嫌犯 根据他犯难的地点 都在我们左南钢山 北高雄这一带 已经有犯下多起的刑案了 偷气犯逃亡快两年 却因为飞车抢案 栽在警方手里 他共称缺陷买毒 只好飞车行抢 这下束手就行归案 得乖乖扶完他 三年三个月的刑期 记者蔡仲旭SNG小组高雄报道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